Hello大家好,我是马克西,欢迎来到马克西说澳洲 今天是2021年的5月20星期四,又跟大家见面了 那今天的内容呢,我们上一期已经预告了 就是关于澳洲这一次这个新财年的联邦预算案 其中呢涉及了非常多的方面啊 尤其是关于我的本行房产行业呢也涉及了很多的信息 所以呢想一并分享给大家 而且这一次的联邦预算案投入的资金之多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OK,那我们今天呢将会从几个方面啊 来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联邦预算案 那第一部分呢就是房产,也是我最熟悉的部分啊 那第一条呢就是这个5%的一个首付的支持政策呢 将再一次分出1万的名额啊 那之前呢其实已经分了两三次了 也算是一个强心计 什么叫5%的首付政策啊 我以前呢有讲过这里就一笔贷过 简单来说本地人最多的一般贷款是80%对吧 如果你要超过80%呢就得办这个Low Mortgage Insurance 买额外的保险啊 产生额外的花费才可以 那这个政府的政策呢就是说 你可以贷到高达95%的款项 那这个15%多出来的部分呢由政府来做一个担保 你也不需要买额外的保险就能带到这么多钱了 那这样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尤其呢对于资金比较紧张的首次之业者 他们呢可以尽快的入市买到自己想要的房子 但是我们注意啊他必须是新房 而且呢得是澳洲公民 又得是首次买房 另外呢对于收入也是有要求的 所以呢他的名额也不会特别多 这一次呢是给了一万 而且延期了一年 所以我觉得呢之后可能会放出更多的名额 那这种做法呢其实说白了 就是为了要刺激经济 尤其是建筑行业 希望那些呢有资金实力 但是缺一口气的首次之业者 刚需买价可以提前入场 其实呢我认为也算是一种透支啊 因为刚需买家呢毕竟数量是有限的 他这一次呢也是通过政策的扶持 让这批人呢尽早的入市 包括呢前一阵子已经传的沸沸扬扬的 2%的首付啊 你想一下什么概念啊 单亲父母只需要付2%的首付 98%全部可以贷款 那其中的18%也是由政府担保 所以说呢这个政策其实从根本上来说呢 跟5%首付的政策是类似的 这一次呢也是给出了1万个名额 考虑到呢澳洲的单亲家庭啊 主要是母亲带孩子的比较多 达到了80% 所以很明显的是帮助单亲妈妈的一个政策 那而且呢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啊 是这两个政策是不矛盾的 什么概念 你可以首次置业对吧 先买一套房用政府的这个5%首付的政策 拿到一套房敲动这个杠杆 之后呢你再用这个2%首付的一个政策 再买一套房 这样一来呢单亲的家庭啊 一下子就可以敲动两套房的杠杆 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呢要注意一点 就是这个房子的价格最好不要买的过高 那毕竟呢银行这边还是需要还贷的对吧 你首付款2%就意味着你要还贷98% 那你首付款5% 你的贷款额度就是95% 每个月呢这个还贷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那这个要量力而行啊 那目前呢关于这个单亲家庭符合条件的细则呢 我们知道的有两点 第一个呢就是申请人的收入啊 不能超过每年12.5万 另外呢如果带孩子的话 这个孩子呢必须是小于21岁 而且孩子个人的收入呢不能超过6400 但我觉得这个限制条件还算是挺宽的 很多人呢应该都会符合资格 据目前的统计呢 有十多万的单亲家庭都可能符合资格 所以呢这个很有可能跟5%的首付政策一样 会是一个细水长流的政策 就是政府会一批一万这样放名单出去啊 这个呢是我的一个判断 而且这个单亲父母买房 2%首付的政策呢 是不需要新房还是二手房是都可以的 也不用首次置业 所以呢就像我刚才讲的 如果是单亲家庭啊 甚至可以熟练运用这个政策 先5%首付买一套 然后再2%首付买一套 理论上呢也是可以操作的 这个就非常厉害了 另外呢这一次的联邦预算案 还提到了一个叫做首付款Super计划 什么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都知道澳洲有养老金对吧 叫做Super 那这个养老金呢 本来是退休了才可以取出来了 那现在的澳洲政府这边 为了促进经济促进建筑业 促进房产 所以呢就说 如果你实在囊中羞涩 可以允许把这个Super 也就是养老金账户里面的权 取出3万块用于买房 来支付买房的首付款 那这次的一个新规定呢 就把这个3万的额度提高到了5万 那其实呢也是一种透支的政策啊 我觉得这样做的做法呢 还是更多的为了促进经济 希望呢尽快的度过疫情这个难关 那目前呢澳洲的经济啊 财政赤字是1610亿 比起去年呢减少了530亿 明天的目标呢是再减少544亿 但是呢也有相关的专家统计啊 说现在都是一些透支的政策啊 包括各种各样的补贴 我一会会再提到啊 像job maker job trainer等等等等 所以呢之后啊 政府的财政赤字会更加多的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 要先把眼前的这个难关度过了再说 对吧 那就目前的风声来看 我之前做的一期节目 跟资深的broker啊 做贷款经纪人的Stanley也聊过 我们知道呢联邦银行已经对于三年的定期的利息啊增加了 所以呢很有可能啊 在之后的三四年以后 不可能这个贷款利率持续在这么低的低位 会往上升的这样呢才能补足政府现在给的这些补贴的空缺啊 说到底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那我们接着说房产方面的政策啊 还有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建房补贴home builder政策 建房补贴政策呢 其实已经在今年的三月底结束了 但是现在呢可以延长一年 因为本身这个建房补贴政策啊 他看两个时间点 第一个时间点呢就是签合同的时间 这个呢后来延期到了今年的三月底已经结束了 第二个时间点呢是看建房的时间 那建房的时间呢本来说是今年的六月之前建房才算 如果今年六月之后再建是不算的 那这个联邦预算案呢就把这个建房的时间限制又再多延长了一年 这样来说呢对于很多的已经在签合同 但是呢因为土地没有交割还没有建房的朋友呢 就是一个好的事情 而且呢开发商也可以松一口气啊 因为在疫情期间呢因为这个建房补贴的政策 很多开发商呢就推出土地售卖 但是呢有一些土地交割的时间 其实控制不了往后延了 结果用不上这个建房补贴政策 很多人很多买家都是有意见了 那现在延一年以后呢时间就比较宽松了 开发商也好还是买低建房的买家也好 其实呢都算是松了一口气啊 另外还有一条关于房产的呢 是政府这边会投入1.247个亿资金 用于呢来帮助这些流浪和无家可归者 来建立这种经济试用房给他们居住 这个也算是保护弱势群体吧 其实呢纵观联邦预算案啊 整个公布的一些计划和政策 我解读下来呢其实就是几个字 一个是促进经济刺激经济 还有一个呢就是保护弱势群体 这个呢其实就是澳洲政府这一次的两大方针啊 包括呢我们之前提到的NDRS项目啊 就是帮助残障人士的这样一个项目 那政府这边呢已经公布说 继续将投入132亿澳元的资金 来继续促成这个项目 所以呢大家如果说要投资的话 也可以考虑NDRS项目旗下的SDA住房 也就是一个高回报 帮助残障人士的这样一个计划 作为投资来说呢也是不错的选择 另外呢还有一个对于澳洲民众的好消息啊 如果你是在澳洲生活工作 那这一刻新的财年的一个退税计划呢 是有所放宽的 那我们知道澳洲这边呢 如果是交个人所得税 它是有税接的对吧 收入越高交的税越多 那这一次公布的计划呢 就是把这个税接给提高了 原先的19%的税收呢 它的个人收入的一个门槛是37,000 现在呢提高到了45,000 原先呢32.5%的这个税率啊 门槛是9万的收入 现在呢提高到了12万 简单来说啊 就是说你收入高了 但是呢交的这个税反而少了 这些呢对于老百姓来讲呢 也是很大的一个福音 算是好消息 OK那我们再说一下 大家关心的留学移民方面啊 留学生方面呢 这一次公布说会暂时取消留学生的打工时间限制 本来呢留学生签证的话 最多每周是可以打工40个小时 现在呢就暂时把这个给取消掉了 我觉得这么做的原因啊 还是因为现在澳洲呢有用工慌 那本身的这种打工签证 现在又进不来 因为边境关闭 所以呢需要更多的劳动力 那在澳洲本土的留学生呢 就是不错的劳动力 所以把这个打工时间限制取消呢 是顺理成章的 另外呢关于移民计划啊 那这一次财年公布的移民的配额呢 还是16万 跟之前没有发生变化 当然我们知道啊 因为边境关闭的原因 现在新移民呢 很多都是没有办法登陆 或者因为疫情呢 暂时决定放缓登陆 因此呢从去年来看 澳洲的净移民数量反而是减少 而不是增加的 而且呢这一次呢 很明显联邦预算公布呢 对于移民有一个更大的倾向 那倾向呢 主要是三类 一个呢是雇主担保 还有一类呢是投资类移民 这些都比较好理解啊 就是澳洲政府需要更多的高精尖人才 另外呢需要更多的热钱 需要资金来投入到澳洲的市场 这样呢才能方便振兴经济 最后一类呢叫做全球人才GTI移民 这个呢是一个独立项目啊 全称叫做Global Talent Independent Program 全球高精尖人才独立引进项目 说白了呢就是澳洲政府呢 希望有更多的技术人才可以移民来到澳洲 帮澳洲促进经济以及科技的发展 是这样一个项目 这个名额呢是增加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澳洲这一次呢 对于移民的政策啊是有一些侧重点的 说白了呢一个要人才 第二呢就是要钱 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下育儿方面啊 因为澳洲的幼儿园啊 其实学费是很贵的 这个呢在澳洲生活的朋友们有带娃的应该都知道 一天呢就要100多澳币 那你们想一天100多澳币对吧 那基本上一个月呢就是2000多澳币 这就是很多的家长啊 他们宁愿在家带娃都不上班的原因 因为上班呢赚的钱也要交税 结果算算学费感觉也差不多了 是这么一个原因 那这一次呢因为政府啊 是鼓励更多的人去工作 促进经济 所以呢对于幼儿补贴这一块 也提高了相应的幅度 而且这个幅度呢可以说非常之高 如果是有一个娃的 它的补贴幅度呢达到了65% 也就是说政府会帮你贴65%的幼儿园学费 如果是两个娃的话呢 政府甚至可以贴到95%的一个幼儿园的学费 可以说呢力度也是非常大了 其实这个做法目的刚才也讲了 就是为了希望更多人赶紧去上班 来促进经济 还是为了促进经济 那说到促进经济呢 我们肯定要提一下就业对吧 目前呢澳洲的这个失业率啊 是5.6% 你也不能说太高 但确实也不低对吧 受到疫情的影响 那我们知道之前的这个jobkeeper补贴啊 已经停掉了 但是现在的还有三大政府支持的项目 都是job打头的 第一个叫做job trainer 这个是什么呢 指的是政府这边啊 联合了一些专业的学校和机构 让他们推出呢免费的 可以上了一些相关的技术培训课程 比如说烹饪啊 比如说工程啊建筑啊等等等等 主要呢是希望更多的一些年轻人 他们培养自己专有的技术 这样呢可以找到工作 说白了还是为了促进就业 那有些人呢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他们暂时呢找不到工作 有积极的去找 可是一时办法找不到工作 这个呢在最近的情况下呢 也比较常见 这样呢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澳洲政府呢 这一次的联邦预算案宣布啊 对于job seeker 也就是巡工补贴呢 每个月会增加100块 这样来说呢 无论如何好歹啊 稍微缓解了 在巡工者 他们在巡工过程中啊 资金不够的一个燃眉之急 另外呢还有一个政策 叫做job maker 这个我也提过啊 简单来说一句话呢 就是澳洲政府这边呢 会贴钱给这些雇主 那来鼓励他们呢 招收更多的年轻的一些员工来工作 还是为了促进就业的 那这个计划呢也将继续 而且呢将投入更多的资金 投入的资金呢 高达15亿澳元 预计呢会创造10万以上的就业岗位 所以澳洲政府这次啊 为了促进经济 为了提高就业率 可以说也是拼劳 在方方面面呢 都投入了更多的资金 那我们再说一下基建啊 因为基建呢 跟房产也是相关的 一个区域 如果它有大型的基建工程 改善了整个区域的 无论是交通啊 还是可能是经济啊 或者是购物方面 那其实呢 对于整个区域都会带来价值 房价呢也会增长 那基建方面呢 澳洲政府这一次啊 也是投入了史无前例的资金啊 就光今年啊 就将投入120亿澳币 用于基建工程 而且在今后的五年之内呢 这个钱啊 这个投入的资金 会上增到1000亿以上 可以说是相当厉害了 那每一个州呢 投入的资金不一样 我仔细看了一下 投入资金相对比较多的几个州啊 那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 这个毫无疑问 对吧 墨尔本所在的维州 这个也毫无意义 另外呢 本次对于南澳 也投入了相当大的资金啊 当然还有昆士兰州啊 昆士兰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州了 那边有布里斯班和黄金海啊 说白了 还是沿海地区啊 投入的资金量会比较大 所以呢 沿海地区的基建工程呢 很有可能在今后的四到五年内 会迎来一个飞跃 那我重点呢 看了一下墨尔本所在的维州 毕竟我在这里 对吧 那联邦政府这边呢 给维州拨款了34亿啊 这个资金呢 主要是用来建设高速公路 并且呢 对于现有的道路进行拓宽和改善 而且呢 重点的区域啊 都在东南面 像Parkingham 包括Crabin这一带啊 对于这一带的一个基建工程呢 投入的资金还是真不少 那侧面来讲呢 很有可能这一带啊 等到这些基建工程彻底完工以后呢 很有可能房价会迎来一波起飞 这个呢 算是我作为业内人士 给大家一个参考的信息吧 那我们再说一下医疗方面 医疗方面呢 主要是疫苗 对吧 这个肯定是重中之重 那澳洲政府呢 在联邦预算案里面说了 会投入19亿的资金来购买更多的疫苗 那预计呢 在今年年底 澳洲的疫苗的储存量将达到1.7亿只 足以应付全体澳洲人疫苗的一个短缺现象 而且呢 澳洲政府现在这边呢 也是鼓励更多的人啊 尽快的接种疫苗 目前的进度呢 50岁以下 基本上疫苗接种呢 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 有望呢 在今年年底 把澳洲全体人员的疫苗全部给接种好 当然了 因为接种疫苗不是一个强制行为 我预测还是有很多人的会观望 看看疫苗会不会有副作用啊 然后呢 再考虑接种啊 除此之外呢 澳洲政府还会再投入15亿的资金啊 用于防疫的工作 包括建设防疫医院 提高核酸检测点 另外呢 包括投入更多的资金 用于疫苗的研发工作 还有一点呢 就是澳洲政府这边啊 考虑到这一次呢 养老院啊 在这一波疫情里面 可以说是重灾区 而且呢 暴露了很多的问题 所以呢 将投入170多亿的资金啊 用于改善养老院的一些管理人员的问题 这一次呢 可以说也是痛下决心了 那今天的最后呢 就是大家最最关心的边境问题啊 那这一次联邦预算案也说了 这个边境打开呢 估计至少要到明年的年中以后 所以呢 今年边境开放的可能性呢 非常小了 而且我知道呢 澳洲政府这边呢 现在正在通行疫苗护照 也是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去打疫苗 所以说呢 如果以后啊 可能在今年年底之后 如果你没有打疫苗 甚至呢 离不开自己所在的州啊 到其他的州去进行州际旅行 咱就先不说出国 可能都要这个疫苗的护照才可以 因此呢 我的建议是 观望是没有问题的 也是合理的 那观望了以后 如果觉得问题不大的话 能打还是打 这个呢 也是我自己的想法 我也会这么去做 那所以呢 等边境打开的朋友啊 可能要到明年的年中以后 才有可能了 毕竟呢 考虑到现在还是有不少的国家呢 疫情非常的严重 像前一阵子 台湾也反复了 对吧 印度这边我们就不多说了 情况大家都知道 所以澳洲这边政府呢 也是比较谨慎的 我认为他们不会轻易打开边界 而且个人的预测啊 如果要打开的话 很有可能的也是针对 零星几个表现比较好的国家 优先先打开 完成这种类似于核心西兰的 旅行泡泡这样的一个互通 之后呢 才会慢慢慢慢的打开啊 像马上打开国门呢 从目前来看 我觉得是够呛 不太现实 再说到留学生啊 澳洲政府这边是说 今年年底呢 会陆续接一些留学生回来 但是说实话 我觉得可操作性不大 很有可能的 还是要等到明年年中 边境正式打开以后再说 这个呢 是我个人的看法 OK 以上呢 就是对于本次联邦预算案的 一个完整解读了 希望呢 对大家有所帮助 简单来说 就像我刚才讲的 很明显呢 澳洲政府这一次的目的 就是为了促进就业 促进经济 帮助弱势群体 对于房产方面呢 也有了更多的刺激项目 但是很显然都是针对 刚需人群 尤其是针对弱势群体的 好的 那今天内容就是这些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